Hello 各位家長 大家好 我是Miss Emma 今天我們這條影片 最主要想分享 就是有沒有發覺 你的小朋友並不會加入 或者去參與別人的遊戲 很多時候你的小朋友 會不會只是自己顧著自己玩 變相在一些群體活動的時候 都好像形單隻影 很孤獨的感覺 但是其實透過有效的ABA訓練 都可以提升他們的社交技巧 以及社交的興趣 令到他們都會願意 以及主動加入別人的遊戲 事不宜遲 立刻去看看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好像我們之前也有提到 當我們想改善小朋友的社交技巧之前 其實我們也要留意小朋友的社交興趣 所以千萬不要忽略了 就是我們一直要求他們做到一些技巧上的東西 但是我們分立了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有一個社交興趣 去跟其他小朋友玩呢 如果不是變相了 可能是沒有大人的監管底下 你的小朋友他因為沒有興趣 變相也不想加入別人的遊戲 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 他自然沒有這個動機去做到 所以除了我們 待會接下來我們會講解一些技巧 去改善小朋友的一個 加入別人的社交技巧 但是同樣地 最重要我們同步都需要 建立小朋友的社交興趣 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 怎樣去幫助星兒建立社交興趣的話 可以看看我們上一條的影片 首先我們訓練的第一步 在環境的設置 即是怎樣去整理我們的環境 令到小朋友更加願意去加入別人的遊戲 我們可以先第一步做了 首先第一件事 當你想小朋友加入別人的遊戲的時候 先不要安排有太多的小朋友 圍在一個地方 因為可能對於星兒來說 他們本身有些社交的恐懼 甚至乎很抗拒 去跟很多小朋友的接觸 所以如果一開始的時候 有一大班小朋友的時候 變相可能更加難令到他們 去加入一大班小朋友的遊戲 可以先安排 可能只有一兩個小朋友圍著 在一個地方玩的 這樣就會比較令到他們 容易接受去加入別人的遊戲 第二件事 記得了 在身邊的環境裡面 不要放太多 可能是吸引人的玩具 吸引或者好玩 甚至乎你小朋友喜歡的玩具 最好也是 被那幾個小朋友圍著一起玩的 變相你的小朋友不會覺得 為什麼我要加入別人的遊戲 玩一些我不喜歡的遊戲 不如我去旁邊那裡 那裡的玩具 我反而更加喜歡 我更加想自己在那裡玩的 這個情況 所以變相 你小朋友喜歡的玩具 最好已經是被其他小朋友 一起玩的 他更加願意 可以跟其他小朋友 去玩自己 喜歡玩的一些遊戲 當我們的訓練環境 準備好了之後 我們可以開始 先來一個比較 就是Structure 即是有系統性的訓練 慢慢之後 當小朋友的技巧 練熟熟了 就可以帶到他 一個比較自然的環境 做訓練 那首先 可能Structure的時候 可以帶你的小朋友 去一個地方 那裡可能是 除了 你一班小朋友圍著 可能一班都是說那幾個 一兩個小朋友圍著那裡 去一起玩的遊戲 其他除了地方 已經是沒有一些遊戲 可以讓他獨自玩的了 然後先告訴他 他現在需要做的行為 是什麼 那可以 輕輕跟他說 現在我們要跟其他小朋友 一起去玩遊戲 然後輕輕引領他 帶到他去一個朋友圍著 去玩遊戲 而途中 你的小朋友 一直留在 跟其他小朋友 一起玩遊戲 沒有自己走開的 沒有去到其他地方 我們中間也要給他很多 連續性的獎賞 或者是獎勵的說話 他 例如不停地讚他 你看看 你跟其他小朋友 一起去玩遊戲 所以整個過程裡面 除了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是提供一點點的輔助 去帶他引領 去跟其他小朋友玩之外 我們中途也給他很多的獎勵 讓他自己知道 現在這一刻 我做得非常之好 完成這個 剛才我們說到 訓練的初階段 我們是會多些協助 例如帶領他去之後 去到後期的階段 我們可以怎樣去做到 當小朋友開始熟習 我每一次 例如看到有一班小朋友在玩 我都會去加入他們的遊戲 變相父母 可以不需要 這麼多干涉地帶小朋友 去加入別人的遊戲 可能純粹只是跟他說一句 好了現在你過去玩吧 甚至可能提他 記得了 我們要跟小朋友一起玩 我們不是自己去玩的 當個小朋友 可能是經過過往的 一些訓練的經驗 他已經很清楚知道 我去到這個地方 身邊的地方 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玩的 我唯一可以玩的 就是加入別人的遊戲 還有經過支持的輔助 他知道自己不抗拒 去加入別人的遊戲 這個時候 他就可以獨立 慢慢地走進去 加入別人的遊戲 但是作為訓練者 或者是父母 是不是去到這一刻 就完了 可以了 他可以自己玩 並不是的 這個時候 他少了一個提示 去別人幫他加入遊戲 所以當他自己 自己走進去加入遊戲的時候 那個時刻 我們要抓緊那個很適合的時機 立刻他賺他 做得很好 你看看 你有加入別人的遊戲 你有跟別人一起玩 如果可能是口語一點這樣說 然後去中間提他一些獎勵 跟前期的訓練 我們連續的獎賞 又有什麼不同呢 前期的訓練 可能你給的獎賞 或者可能一些獎勵的說話 需要是比得比較密一點的 去到後期 可能你隔離的時間 會比較久才給一個獎賞的說話 可能前期 你每大概兩分鐘 就會讚他一次 很厲害 跟別人一起玩 很好啊 這樣 但可能去到後期的時候 你大概是五至十分鐘 或者是更加長的時間 久不久 輕輕讚他 他還要跟小朋友一起玩 這樣做得非常之好 這樣的做法 所以去到後期的訓練 無論是你提供的協助 我們會減少了 例如我們不是全程 帶他加入別人的遊戲 可能我們純粹只不過是提一句 記得啦 跟別人一起玩 他就自己去下去 加入別人的遊戲 以及中間 那個連續的獎勵說話 我們給的那個時距 亦都拉長了 慢慢的 在一個環境上的設置 小朋友能夠自動自覺 去加入別人的遊戲 亦都能留在這裡 跟別人一起玩 我們就可以去一些比較自然的環境 跟他做一些訓練 包括 可能疫情關係 遊樂場就長了很久了 但是可能去一些playgroup 或者可能在一些商場裡面 去見到其他小朋友的話 可能在他們去到這個環境 我們都一開始跟他做了一個預告 又或者很清楚地告訴他們 我希望你接下來的行為是怎樣 所以我們可以輕地跟他說 記得一會兒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 不要自己一個人玩 然後去到一個環境裡面 自然的環境裡面 看看他會不會加入 去跟別人一起去玩 當他又加入到 當然也要輕輕地給他一些獎勵 說話 讚他做得很好 讓小朋友知道 我現在做得非常理想 當然 如果你的小朋友 可能是拿一些口頭上的獎勵 說話 未足以的話 我也會建議 可能是用一個有系統的學習系統 去幫助小朋友 去理解究竟自己是做得對的 昨天有一個更大的獎勵 去鼓勵他們 去提升他們的社交技巧 所以獎勵的計劃 可以包括 例如他每一次加入別人的遊戲 我就會將一個貼紙給他 隔一會兒 他還有跟著別人一起玩 我又會將一個貼紙給他 當他儲完了 整個 例如十個貼紙 他就可以換另一份 可能是他喜歡的玩具 又或者可能是有一點點的零食 甚至乎可能之後答應了 回家可以給些什麼他玩 都可以透過 充滿了貼紙 來跟他對現 也有家長就會說 如果我不想用貼紙 不是很自然的話 當然 ABA裡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學習系統 是適合 或者是個人化 為小朋友去訂製 例如說 可能可以帶一點點的襟章 但要跟他說明 襟章的作用是什麼 例如說 如果你去外面玩 整個過程 你都有跟著跟小朋友玩 沒有自己 可能單丁這樣玩 那你就可以保持你的襟章 當回到家了 還有襟章的話 你又可以換領一些他喜歡的獎勵品 甚至乎 可能是一些很漂亮的手帶 被他們佩戴著 很清楚地列明了 戴手帶的時候的那個規矩 或者可能是用具包含什麼 例如說 戴著他 就是要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 但如果我發覺你自己走開了玩 沒有跟別人一起玩 那你就會沒有了手帶 回到家沒有手帶 就不能換領一些他很喜歡的獎勵品 透過一些比較 可能是structure的學習系統的話 令到小朋友更加明確知道自己現在要改善 或者在訓練什麼的行為 亦都會給家長更加明確 因應著他有沒有做到適合的行為 去提供一個獎相 所以如果家長發覺我只會 口頭上讚他做得很好 變想其實乘客不是很大的 他不是很緊張 或者很在意 或者不是很理解 究竟我贊他什麼 可以考慮 用一個學習的系統去幫助小朋友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 就分享了 怎樣可以去鼓勵 或者去改善星宜 去加入別人的遊戲 但當然 除了去加入別人的遊戲 玩遊戲的途中 亦都牽涉到很多不同其他的社交技巧 包括我們下一集會說到 就是當別人玩玩一下 走開了的時候 你的小朋友會不會跟著別人走開 還是他仍然是自己維持在自己的願地上 沒有跟著一起去玩的呢 的情況 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留意著我們的Facebook page 我們下次見 拜拜